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总觉得钞票 一点比一点难赚 大家好 我是Song 最近大家都在烦什么呢 那就在烦EIS 跟Soxo 对不对 EIS的Soxo其实这两个 还没这么烦 最烦的是这个 Access Portal 那你们要小心 为什么 Access Portal 在EIS跟Soxo 有两个不一样的网站 你们要清楚哦 你们不可以搞乱 那今天我们不讲EIS 我们只说Soxo的Soxo EIS的Soxo 很简单 你知道去这一个网站 看我的FB 我们有做了一个影片 就讲如何承报 EIS 用Soxo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死鬼 Axis Portal Soxo 那这个Soxo 当你们一Logit进去的时候 你们看到什么 Undermandators 算了 改天再Logit 看到这一个 算了 晚上再Logit 看到这一个 TNT 真是too much drama 哇 干嘛会这样 一直都记不到了啊 连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都要等时机 一直在等时机 你们知道吗 多么辛苦 那 算了 终于机会来了 进到了 你们会看到这一个网址 你们先 首先把你们的Email Address 填在里面 按Next 然后把你们的 Password Login 注意要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 你的Axis哦 因为有时候它会出错哦 然后 进到来这边 你会看到你的公司名字 还有公司的code 那 我们今天先来说 如何 第一 怎么增加员工 那增加员工 很简单 首先你要去右上角的 My Site 选择Registration 在Registration里面 你的左上角 你在update dropdown list 选择update Add New Employee 增加员工 然后你出现这一个 往这一面 你就按Add Employee 按了Employee 它会出现这一个 把你的员工的资料 全部填进去 然后按Save Save了过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 所谓的 Summary 跟你说你加了哪一个员工 你OK的话 就按Save and Continue 然后它会问你 你要不要 upload supporting document 如果没有 supporting document 那就按Save and Continue 然后它就有一个 Summary 可以的话 就按Submit 然后按Confirmation 当然按Confirmation 不然我来这里干嘛 按Confirmation 然后它 Summit了过后 它会给你这两个 Acknowledgement 然后你可以把这两个 Acknowledgement 的Letter 把它打印出来 证明你已经 update了它的资料 那当然 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你有增加员工的时候 在Social Assist 里面增加员工 诶 EIS的Employee 那边也会自动update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知道如何增加EIS 上面的员工 就是要回到Social Assist 好 第二 我们来讨论如何增加 已经离职的员工 那首先你要在右上角 选择Registration 然后在左上角 你选择Update And Employee Resign Date 那你就会看到 你选择你的Employee Code 过后你就会看到 你的公司名字 按Action 然后Action 你可以选择全部员工 还是Specific 其中一个员工 那如果我们选择 其中一个员工的话 过后我们要填的是 你的员工离职的 热期 还有它的名字 你要Search by名字 还是Search by IC 名字的话 就在这里打它的 keyword IC的话就打IC 然后按Search 它就会出现在下面 然后你就把它按 这个Action 增加 然后增加了过后 你就会看到 你看到的Summary 有多了这个员工哦 表示 它已经有新的 New Resign Date了 那我们第三 要讨论的是什么 如果离职的员工 突然间又要回来工作 我们要Reactive 那个已经离职的员工 那怎么做呢 首先 一样去Update Update Employee Information 选择你的公司名字 按Edit 然后就看到 全部员工在这边 从以前到现在 你选择那一个 要Reactive的 按Edit 在Action里按Edit 然后你就把你的 Employment Start Date 改掉 按Save 按Save了过后 它就会问你 确定吗 Yes 确定 然后过后 它就会问你 你要不要上载所有的 Supporting Document 你说没有的话 那就Save and Continue 然后过后你就按成交 Summit 它就会问你 诶 Confirm吗 Confirm 当然要不然我来这里干嘛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一个两个Letter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打印出来 收这一份 这是你的证明咯 第四 如何成交速收 那成交速收 首先 我们在右上角 选择My Site 选择Contribution 然后在左边 你的Employee Contribution 你选择Add Contribution Add Contribution 过后 如果你想要用 text file的话 就是用 配录 software system 下载下来的text file 来upload的话 就不愿意各个填 那你用text file的话 就选择text file 然后你可以选择 choose file upload 然后全部资料都会出来了 那如果你是选择 自己要填的话 可以 你就按Ares of Contribution for新公司的 就用Ares of Contribution 如果曾经已经有的 你就按Action Edit而已 然后你就进到这一面 把你员工的资料全部填好 然后你可以Save Draft 那Save Draft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过后想回来再更改 或者你可能 刚好要出去了 先Save Draft 先等下再回来改 也可以 怎么找回呢 那你就在刚才我们的左上角 选择Search 选择Contribution Draft 你就会把所有的Contribution Draft 全部都在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再继续 那如果你说 这个全部都OK了 那好很简单 直接按Complete Complete了过后 就 确定全部对的话 就Summit 然后按Confirm 当然要Confirm 来这里干什么 浪费我时间吗 OK 然后我们就 Commit了过后 他就问你 要Print ACR吗 当然是要咯 因为ACR就是我们的证明咯 你Print ACR 如果你想要直接Process to Payment的话 就按Process Payment 它是有FPS的方式 那Print ACR 就是这一个 你Print了这个ACR过后 你可以拿去Sokso的Counter付钱 接着带支票 把支票上面写着公司名字 公司的Magicun代号 还有你的承包的月份 电话号码 成交了过后 他就会给你这个receipt 那我们要怎么看回去之前 我们所做过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Summit了Sokso过后 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Summit的是哪一位员工啊 很简单 首先你要去My Site 去Base 第一 先去看Document Listing 那Document Listing 下面他就会看到 你所有承包过的东西 包括你的ACR 包括你去付钱了过后 他的那个receipt也在这里 员工的资料 就去这个 Contribution and Collection Information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 你已经成交了的 Sokso 你按Action View 他就会把你的 所有的员工的资料 都填写在这里 你就会看到在下面咯 你可以打印出来 自己留这一份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请按赞分享 我开始想念 艾伯基瘦了 简单很多 大家 加油咯 好 好